同学们好 本节我们来讲一下插花的主要花形及特点 那么插花艺术从起源和发展的风格上 根据地域啊环境啊文化背景的不同 可以分成了两大流派 一个呢是东方式插花 还有一个呢是西方式插花 那么东方式插花呢是以中国和日本插花为代表的 西方式插花呢是以传统的欧洲插花为代表 那么西方的插花呢讲究的是一种强烈的美感 给人呢以奔放热烈的印象 大多喜欢用色彩鲜明的花朵聚集在一起 给人一种视觉上面的艳丽震撼 因为是大把大把的花聚拢 因而呢它并不讲究那种造型啊意境啊 这是为了突出花草的繁盛华贵 是气氛的热闹 那么西方插花注重的是几何构型 它喜欢用圆形啊S型啊等等 而东方式插花呢注重线条感 它使用的花枝数量不多 形式呢追求线条构图的完美跟变化 那么它多采用青枝绿叶加两三种花色 主要着重于天然的姿态美 整个作品呢表现出一种轻描带写 优雅姐姐的状态 下面呢我们以日本磁房花道为代表来介绍 东方插花艺术的花型特点 日本花道当中最古老最大的流派呢 是池房花道 由古传承至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那么池房花道呢 它是以擦花作为一种修行的手段 以和的精神为基本理念 太求生命之美 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其花型呢有丽花 生花 自由花 其次的流派呢是小圆流 它的代表花型呢有圣花和投入花 还有一个呢是草月流 也是主要的流派 花型呢多为构思新颖 活泼多变的自由花 那么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丽花 丽花的意思呢是树立着的花 它是以抽象的意念 枝条的空间伸展 来还原自然三水宇宙空间 它的造型结构最为复杂严谨 一般呢有针 瘦 孔 戒月 腹 流 正针 铜 钳 钳 钳 这样九个组织 还有呢 木流 草流 后尾 三个骨质构成 是持仿花道的代表作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生花 生花的意思是生长着的花 它的特点呢是简洁挺拔 它的擦口呢是一条直线 那么它表达的是植物顽强的生命力 花型的话是固定于三角形的构成 那么是以天地人来表现 针呢是人 是天地所自身的外物之代表 立于天地间 所以可以称为简单的丽花 第三个自由花 自由花呢又名前卫花 它是日本开放国门后 吸收了西方文化 结合本土特色 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的擦花形式 自由花呢它没有丽花生花 在选材啊花器啊擦法方面 种种的制约 在运作上自由度相当高 是近代的擦花风格 第四个剩花 剩花的意思就是花棚里面剩着的花 它是由小月云星创立的 它自幼呢随附学习吃房花道 后来呢发现吃房花道的花形 重心过高不够安稳 便创立了由重量改 重心偏低的擦花艺术 创立了小源流流派 圣花比丽花和生花 简化了很多固定的城市 更加易于插座 第五个呢我们讲一下投入花 投入花就是将花枝投入到细高的屏中 类似于圣花 只是呢花气不同 都是呢细口高屏类的花气 这些呢是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插座的一些撮品 本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